直到看到男人用为消毒的刀片刮掉孩子的头皮 才知道愚昧无知是多么可怕 任凭他撕心裂肺的痛苦也没有停下 随后又用有毒的草药在已经出血的头皮上肆意涂抹 而这样做的目的却是为了治疗儿子头顶的怪病 在非洲加纳一个偏远农村 小部分人通过不断努力已经住上了小平房 还有许多家庭过着实不果腹的日子 这天七岁的哥哥小卡带着三岁的弟弟小帕来到村里的小墨房里做工 他像大人一样熟练地操作着机器 也只是想为家里减轻一些负担 三岁的弟弟头部由于蚊虫叮咬导致严重结痂感染 哥哥没有办法只能用破旧的衣服做成一顶可爱的帽子 盖在他的头上以防蚊虫再次叮咬 董事的弟弟强忍着剧烈的扫养 就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哥哥做工 在不远处的一片丛林里 他们的父亲老怕也在采集牧鼠 这么肥沃的土地任凭杂草丛生 却从未想过要开肯来种植作物改善家庭条件 而是寄希望于老天开能够让他们多挖到一些牧鼠 妻子更是顶着肿胀严重的小腿在一旁帮助丈夫 整整一上午的功夫 耗费了全部体力也就只挖到了这一点牧鼠 妻子忍着腿部阵阵剧痛头 顶着一盆柴火艰难的往家的方向走去 到家后妻子先是大口大口地喝点井水来恢复一些体力 随后又抱起小儿子来查看他的病情 可怜的孩子每天都要忍受着感染带来的剧烈臊痒和疼痛 任凭疾病的折磨他们也都无能为力 不忍心看着孩子遭受这样的折磨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附近采集一些野草 用他们的所谓的偏方来为儿子缓解病痛 草药抹在头皮上产生的刺激让小胖忍不住大声痛哭 由于看不起病这是他们唯一的治疗方式 爸爸也只能在一旁不断地安慰着儿子 让他坚强一泻一会儿就没那么难受了 不知过了多久小胖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对他们来说这也许更是一种缓解难受的无奈之举 天底下没有哪个父母想让孩子遭受如此折磨 可又无能为力 学上加上的是妻子的腿疾更是无比严重 严重肿胀的小腿随便用手指按一下就是一个坑 继续拖下去生命可能都会受到威胁 可在这样的环境下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老帕作为家里的唯一劳动力 不仅要干活 家里的吃喝拉撒也都需要他来解决 这种看起来都反胃的东西却是他们的美味佳肴 晚上一家人整整齐齐地围坐在地上吃着饭 地上的这一小盆食物根本不够填饱肚子 能够吃饱饭身体健康就是他们最大的幸福 当然对于一家人来说这更像是一种奢侈 第二天一大早老帕又来到了墨房 他找不到工作只能在这里替有钱人家打木薯粉 他能得到的报酬就是一些剩余的木薯粉来解决一家人的温饱 这一点也就一顿的量 回去的路上他还要想着如何解决下一顿 昨天妻子用的草药导致小儿子头皮臊痒的症状更加严重了 任凭苍蝇在他的头上产卵肆虐却无可奈何 老帕轻轻地用手指抚摸着儿子头皮 心疼地看着自责不已 看着儿子难受的样子 老帕又想出了一个无奈之举 只见他用自己的刮胡刀直接在儿子头皮上刮去 他想用这种方式把头皮上的结痂发炎的地方全部刮掉 可却不知道没消毒过的刀片会给儿子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顿缩的刀片划过让小帕痛到放声大哭 即便是刮出了血依旧是没有停下 随后又把草药在石板上揉碎 老帕说他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为孩子止痛止痒 接着放在沙袋里把里面的汁水全部挤到碗里 小帕此时已经难受到不行 老帕又直接用手将绿色的汁水全部涂抹在他的头皮上 头皮的伤口加上草药的刺激让小帕更加难受了 这种没有经过消毒更没有科学依据的土方也只会加重孩子的病情 这种方式更是一种无奈之举罢了 果不其然到了第二天情况更加严重了 无奈之下老帕就准备去找墨房的老板借钱带儿子去看病 善良的老板拿出一张20元纸币递给了他 虽然不多但为老帕一家弥足珍贵 为了省钱看病 老帕要带着妻子和儿子徒步前往附近的医院 只有三岁的小帕感受着父母的艰辛不易 坚强的他一路上不哭也不闹 实在养得受不了就用小手使劲地拍打头顶 经过六个小时的跋涉终于到达了医院 这里早已坐满了看病的患者 他们携带的这20块钱也就只够挂号检查 简单的检查过后 医生表示小帕头顶的问题不大 只要及时用药就能够治愈 而医生一眼就看出老帕妻子的病情非常严重 必须及时去大医院进行检查治疗 否则生命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这对老帕一家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因为他们就连给小儿子开药的钱都不够 哪里还能找到更多的钱去为妻子看病呢 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都无比艰难 拿着药丹老帕跟妻子呆呆地站了许久 无助的眼神里透露的是满满的绝望 回去的路上每一步都显得格外沉重 他们不知道未来会是如何 更不敢去想象将会发生的事